其实刚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说 他的老婆非常的难受 现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 因为他们的房子都被炸了 他们家没了 他不知道去哪里好 他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 按照波兰之前的政策 我所了解到的 就是说他在中国护照 在波兰 他不属于乌克兰的难民 他可能只能待15天 他们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刚好我们跟欧盟这里 有过这些合作和联系 那么我们问了欧盟这一边 然后给了他们欧盟的宣传册 以及欧盟对非乌克兰的难民的 一些新的一个政策 就给了他们一些帮助 以及我们现在也让他们 住到我们安排的酒店里面 因为咱们都是中国同胞 我们必须伸出援助之手 因为这也是法治基金的宗旨 就是帮助咱们中国人 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他们在那种状态下 没有人帮他们 他甚至跟我说 他的那两辆从奥德萨 撤到摩尔多瓦 那两辆大巴 甚至是他们家给联系的 帮大使馆 对就两辆大巴 其实就是半个小时的车程 半个小时车程 他就是扔到摩尔多瓦之后 就不管了 问他们要一万八的飞机票钱 一万八才是学生半价 成人半价还要更贵 我记得他们说 如果要接收中共大使馆的帮助 要好像交五万块钱的钱 但是呢 他来到法治基金和新中国联邦 马上就得到了时速的安排 而且给他们安全感 而且他们愿意加入到 我们这个团队当中 所以当时这位大哥 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机会采访到他 他会跟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